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斯克又转推了一些不同人的文章 你可以看到这篇文章他转推的是3月31号 今天是4月18号 已经过了两个快三个星期了 3月31号的一篇文章里面在谈到说 推特不停 推特永远不会停止审查保守派 他无法修复 里面是讲另外一个人 里面是另外一个人的内容 在讲述着他跟在叫列文的 与列文相关的一个内容 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来讲都太细节 说句心里话太细节了 太细节了 但是他的中心就是说 推特在攻击审查保守派 所以这跟现在就是一个很矛盾的很矛盾的故事 你在推特上看到的比较大张旗鼓的 马斯克在对付着左派的主流媒体 这是真的 所以那川普在这个时候 去转推另外推特说 马斯克在攻击审查保守派 我们不得其解 不得其解 结果后来川普就 后来川普在刚才又转推了另外一个推特 那那个另外那个推特呢 等我看过简单的细节呢 之后 我基本上明白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个人基本上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这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呢 是3月29号的 你可以看到 那是3月29号的一篇文章 讲的是推特的内容 推特在有些相关报道内容上呢 推特给封杀了 那里面他讲说 推特无法储存 应该就说 我这是英文翻译成中文了吧 应该是 推特无法能够 能够保留 不应该能够保留下来 应该是让他死去了 应该让他死去了 那直接抨击了马斯克的 马斯克的本身的故事 就是说 你马斯克不能 也无法去使得推特呢 走向正规之路 那这里面 然后看过了他的通篇内容 大家要知道 这是川普转载的上个月的文章 去阐述他的看法跟观点 而在这篇文章里 就比较突出了 这篇文章里讲的是 我们知道在上个月底 发生了一件事情 一个变性人 一个变性人 是女的变男的 男变女 一个变性人 袭击了一个基督教的学校 杀死了六个人 三个孩子 三个成年人 大家还记得那件事情 所以那件事情 是非常震惊的 而且关键是 那个人在杀死这个孩子 杀死学校 袭击基督教学校的过程中 他有一些计划 有一些说法 有一些内容 那里面的这篇文章 就大规模的 就介绍当时的背景 特别是这个 变性人的一些细节内容 我坦白 咱坦白讲 就是因为它太细节了 那作为我个人来报道来讲 给我感触 因为我们要了解更多的背景 所以我并不想出击那件事情 而是跟大家讲 这件这个故事本身的缘由 就是马斯克故事本身的缘由 那篇文章的报道这种内容 我们现在看到叫 叫什么 The Federalist 应该是相 应该是美国社会中 极其保守派的 极其右派的 一个网站媒体 一个网站媒体 所以他在报道当中呢 他当然要站在基督教 基督徒被迫害 被这个被杀害 被完全是站在这个角度上讲的 这是没有错的 那杀人是极端邪恶 特别是有计划杀人 而这种边形人的心理的状态 心理背景跟他的蓄谋 那种冲击 迫害伤害传统的基督徒 传统的信仰的人 应该在文章里 就是非常细致 我打开看这篇文章 我没看完 非常非常长 那当我看过这个内容之后呢 我基本上 因为川普没做评价 川普只是转推了 大家注意到 川普转推了 引用了这个内容 那我个人就 我个人只是意识到呢 那川普所崇尚的 是最保守的一种理念 那川普崇尚最保守的一种理念 而这种保守的理念来讲呢 在马斯克的眼睛里 可能被认为是极右的思想 大家理解这意思 是极右的思想 那上期节目 我们刚才分享的故事的时候 曾经明确表示过 马斯克在拿下推特的时候 曾经明确说 他拒绝10%的极左 也拒绝10%的极右 他要中间的80% 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 所以呢 当我看到这两篇内容 跟川普的做法的时候 那应该讲说 是这个问题在产生作用 而马斯克在有关选择 是川普还是德桑蒂斯 作为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 马斯克明确表示 他支持德桑蒂斯 他支持新生的力量 他支持年轻的 他不希望 他不支持有些麻烦重重 或者说已经经历过这样的麻烦故事 他不想经历 这是马斯克自己明确表示过 也就是说 马斯克明确表示过 2024年的总统选举 他不支持川普 这是肯定的 如果把这些内容放在一起的话 基本上就理清了川普的概念 川普这么转载概念 因为这两篇内容不是现在的内容 这两篇内容是过去两个星期 三个星期左右的内容 针对马斯克的做法 那川普发动了 真正他主动发动了进攻 那跟他个人选举有关 我觉得跟川普的个人选举有关 跟马斯克对共和党的竞选者态度有关 基本上 在基本上我们看来呢 就基本上理清这个故事 那如果你让我作为评价 我个人不太想评价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纷乱 非常交织 非常纷乱的一个环境 这个环境呢 这个环境呢 我更崇尚自行自悟自救 你说现在谁对谁错 我个人不 我们不去评价他这种利益上的冲突 因为这是明确的利益上的冲突 非常明确 马斯克坚持不要积左的 不要积右的 要中间的 那川普明确表示说 你不支持我 我就反对你 那就这态度 因为马斯克你不支持我 那你不支持我 你有实力 你有影响力 那我必须碰进你 那我不碰进你 你对德桑蒂斯或者其他人的支持 就是对我的反对 所以双方都有着很明确的各自在利益层面上的立足点 那这种政治上的立足点 在善恶的概念上很弱化 我只能说很弱化 所以我只是跟大家分享说 那我们看出来中间的故事的缘由 仅此而已 那朋友们做什么选择 是朋友们自己的选择 你很可能支持川普 因为在共和党环境中 川普的支持率很高 支持川普 你也可能会理解马斯克 你也可以不理解马斯克 你也可以讲说川普今天麻烦事多 你今天在这个时候四面开仗又把你原来那一套拿出来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都完全OK 所以我个人不想做评价 但是so far就我个人来讲能够给予大家这个答案是这么个答案 所以依然表现出人今天现实生活中的人就现在 大家知道现实生活中的人除了创世主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拯救这个世界 除了创世主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拯救这个世界 无论你问他叫什么 无论他多有名多有钱多有影响力 没有用的 人坏了全都完蛋了 主持人